大家好 我是羅德里克 今天要來講 戰神4的破關性的 戰神4是2018年Sony出品的獨佔加級遊戲 於今年2022年上市於PC 使得PC玩家都能玩到這款神作 為何稱為神作呢? 因為無論是戰鬥、解謎、劇情、世界觀、畫面、之劍、地圖 都是非常引人入神的 常常玩了許久才發現一天又過去了 真的是非常享受啊 戰鬥上採取雙人作戰 成為由我們大葛爺跟他的兒子阿特羅斯 葛爺爺為左攻守 阿特羅斯為攻擊副手 葛爺爺兩種武器做攻擊手段 可隨意切換 並使用兩種技能跟斯巴拉之弩攻擊來吸引敵人 另外盾牌也可阻擋或反擊敵人 阿特羅斯則是使用弓箭可切換兩種屬性攻擊敵人 並召喚神獸去輔助葛爺戰鬥更為輕鬆 有時敵人多時一招技能關下去真的是有過爽的 再來盔爺的專屬擊殺動畫把對手似成歲月 看得非常過癮 阿特羅斯的攻擊也不晃多容 索性技能全滿後會有不同的負面效果 對敵人造成暈眩或定身效果等 神獸儀有不同的攻擊方式也能造成負面效果 讓正常戰鬥又帥又刺激非常好玩 一定是對上大Boss時更是爽快掉不行 手撕Boss有沒有看過 盔爺表現給你看 解謎多半是用奎爺的戰斧砲頭來解鎖相關的機關 以達成開大門開機關等目的 也會用到阿特羅斯在主線拿到的兩種屬性弓箭 來解鎖障礙 即需要蘆恩符文解鎖的區域都需要他來解鎖 奧地人密是由主線拿到的招子來開啟 簡單來說在不完成主線的情況下 遊玩地圖相關之前 至少要破到主線拿到招子時 才可暫停主線推進 許多支線區域還是要主線破到後期才可到達 萬一是看玩家的選擇而定 劇情方面以奎爺跟他的兒子阿特羅斯為主 簡單敘述一下 不只兩位的完成母親非雷願而踏上旅程 非得以願為將他的骨灰撒落在九屆最高的山上 此前也要求奎爺砍下聖人裡有符咒的樹木 如燃燒他遺體的材料 才會導致森林節節破洞 象徵不死的大力之神巴德爾來希 為了達成心願 不只兩在劇情中面臨的許多考驗 劇情也採用一鍵到底的方式呈現 宛如看電影一版 慢慢地融入劇情之中 讓玩家和角色一起哭一起笑 就像是一起旅行的夥伴一樣 差別在於 我們是在螢幕前操縱角色移動 沈浸式的劇情使遊戲本身更上一層樓 更能帶著父子之間的互動 及遇到事情不同看法與態度 世界觀以北歐神話的九界為主體去構成 並帶入奧丁跟索爾等相關神話人物的故事去搭配 魂夜跟阿特羅斯需要穿越不同的世界 以達成母親的心願 遊戲中主線會慢慢引導我們 並解鎖不同世界的符文 讓玩家和故事棟的角色一起到 光治國度、火治國度等區域探情 並取得任務需要的素材 另一個就是傳送門由矮人工匠給予 只要到達的地方有傳送門 傳送時就會記錄下地方的位置 下次要來時 就可直接通過傳送門過來 非常方便 關於不同國度 也需要彩虹時去開啟 推進主線就可以去 不能是開啟跟轉換不同國度的大門 這樣才能在不解主線時 到處去刷裝 讓角色變得更強 以便遊玩主線更順暢 畫面上比起當時的PS畫質 一直到PC段後 畫質有超高幅度的提升 搭配三菱系列的顯卡 以及最新的礦追系統 整體畫面說要多漂亮就有多漂亮 無論是天上的雲 還是地上的水化淋漓等 都是1等1的完美呈現 如果怕電腦跑不動 也有開啟遊戲內的DLSS 並調整到你喜歡的解析度 DLSS 是N卡的最新系統 目的是穩定FPS的整體章數 用較低的解析度跟 超強的批讀功能 使畫面變得更美 章數更穩定 建議DLSS 開到畫質 1280x720就很夠了 不像紋理看你的設備能到哪 又開到哪 我自己是都用原始紋理去玩遊戲 畢竟還要開實況 紋理開太高 我怕OPS當機 日線上會觸發到許多NPC 第一個遇到的為愛人工匠 會給予我們入口時 可以到哪當初探索時無法進入的地方 再來是幽魂 幽魂是當初來九屆挖寶的掠奪者靈魂 因為心願未了 靈魂都在原地吃 死不肯離開 最後就是女武神 總共有8位 分散在不同地圖上 以及不同國度中 主線全部後 遊戲會直接告訴玩家 女武神的所有位置 就不用一個一個 看攻略去找 非常貼心 女武神在8位 女武神頭盔都歸位於 女武神一會時 即可召喚挑戰 沒有良好的裝備與技能等級 切勿隨意挑戰 真的很難打 女武神王奇和全女武神的招式 血量也是最多 要擊掛他真的需要花一點時間 才能抓到訣竅擊倒他 所有執險部分區域 都需主線到達一定的進度 才可到達 但都會給予不錯的獎賞 想變強的話不妨來挑戰看看 本次遊戲地圖非常大 採用開放世界的方式去遊玩 可以在九屆中 到處遊上門睡看夢境 也可通過彩虹石的通道 切換到不同國度 去享受不同美景 除了死者的國度以外 其他國度都很適合 過完關後回去逛逛 享受一下北歐風格的場景 是多麼壯麗 還有當初北歐省 留下的一些建築 算是專屬於玩家的最後旅程嗎 最後就到了評分的部分啦 滿分10分我給10分 真的太好玩啦 劇情也好 戰鬥也好 所有的細節 官方都沒有省略或是少做 而是完整的給云 遊玩戰神事實 真的要很仔細的找尋 或是探索 每一條線索 都代表我們能離真相更近 真的是神作物 在此我想講一句 關於古代的一句話 令敦將之 瘤神黃昏 時一將到來 好爽啊 一直都很想中二一下 最後也放上有關下一代劇情彩蛋 降登戰神武的開始 感謝大家花費時間觀看此影片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寂寞 我太遜了 你太遜了 你太遜了 誰是那嗎 我去掉了 谁是你 救命! 沒有錄到的部分 直接跳鼓 但它感覺不同 它感覺真實 感覺像... 未來 我們會擔心它明天 今天 仍然有些事情我們可以做 來吧